Lun Sang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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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莎和小四歲 周鳴甫姐弟戀情短 據悉離婚原因是男方出軌 艾莎也快到展壞馬 火速離婚 三年的婚姻劃下句點 讓許多人都相當正經 你還要給我嗎 其實我計畫了一段時間了 真的嗎 沒錯 不行你一定要說好 豆腐你要表示什麼 謝謝你 我扔出來 我扔出來 謝謝 謝謝你 就像我這次婚禮有時候 就覺得壓力有一點大 她就會告訴我說 寶貝妳不要壓力很大 然後她就會對我笑 然後我就真正的在確認 還好我有嫁給她 我就嫁給她是對的 回顧兩人親事 其實她們也時常公開合體放閃 妳們520怎麼過啊 520我去看好像是演唱會 那老公呢 我在家等她 然後大戰 打戰什麼 你不要換得這麼直接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是520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已經 我們的心是很緊 就是很穩 很緊 很緊 所以就是 就這樣入國外領事 就是打滿足的作弊 就是平淡也可以就對了 艾莎也在臉書說到 一直都相信只要兩人相愛 能可服所有一切 沒想過婚姻理由不忠誠 她也謝謝家人朋友的陪伴 至於周明福則透過經紀公司回應 沒有讓艾莎快樂 我很自責 對於女方的說法我完全尊重 又沒得到 他會提供 我以前是先保護 我今天會選擇 他會提供 那兩人都要後出 我今天會選擇 他們是保護